安省多间大学和专商院校将在本年秋季开设大流行相关的课程,让学生了解与大流行有关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议题。 据报道,疫情期间,多伦多安省艺术设计大学欧开的讲师索瓦将自己的家庭办公室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艺术工作室,并开始了创作过程。 他说,随着不确定性时代的到来,世界变得越来越疏离,艺术成了他唯一的疗伤工具。索瓦联想到自己的学生也在经历类似困扰,可能也希望在这个空前的时期创作一些艺术品并从中受益。 开设一门与大流行相关课程的想法就因此诞生。索瓦带着他的计划书找到校方,他打算开设一门名为COVID-19相应艺术的课程,内容是引导学生研究自己的作品, 看大流行如何影响他的个人生活,并探讨史上和当代艺术家过去是如何应对类似危机的。 岸省许多大学教师和索瓦一样,也正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中为学生开设有关大流行的课程。 多伦多大学美西学院院长德洛瑟称,今年秋天,他将在四年级的研讨班上教授大流行的法律,届时学生将有机会了解大流行带来的社会影响。 他表示,课程将探讨大流行对有色族裔、妇女、残障人士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冲击。 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利用大流行和自己的经验来探索法律制度受到的影响。 埃格玛大学政治学助力教授阿金诺拉透露,他将教授一门名为大流行的法律与政治课程,让学生了解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法律和政治层面内容,应对疫情的治理机制以及大流行的历史等。 迈克玛斯特大学政治学讲师哈利德称,他将教授的课程名为大流行政治,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全球卫生治理的影响力, 包括可能对公共卫生产生影响的决策类型,参与做出这些决策的不同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这些决策的影响类型。